记者冯毅宁综合报道,南韩MBC电视台因为被爆出员工受政治立场影响被划分等级,举行大规模罢工,无限挑战,我独自生活等人气节目接受影响停播。 今二日有报道指出,月火剧与水木剧也面临停播危机。虽然MBC社长金章谦被解雇,各个节目也逐渐恢复播出,但上月7日上任的新社长准备不及,因此逢周一及周二播出的月火剧以及周三周四播出的水木剧都面临停播。 根据韩媒报道,MBC本月播完双面警察及不是机器人啊,就会停播月火剧《水木剧》五周MBC相关人士透露,预期匆匆忙忙做播出好剧集,停播一阵子等到一切安定再制作出品质好的戏剧反而是比较好的决定。 目前预计剧集将在三月中回复播出,停播这五周期间将成为本戏平昌冬季奥运会直播电视台 MBC不是机器人啊,翻射自MBC,MBC双面警察,翻射自MBC。 MBC。 MBC。